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Level 2的教学 Simple Past 10 Level 2的教学 很开心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来观赏Level 2的教学的视频 好,我们来看 接下去我要讲的这个 是刚才的视频没有说到的 所以刚才我有告诉过各位小朋友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Past 10里面 有其中一种Past 10是加ED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在加ED里面还有一种是加IED 所以这个跟昨天的 这个Simple Present Test有点类似 什么时候我们要加IED呢 当这个动词的字母 最后一个字母是Y的时候 当这个动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Y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IED 当然这个Y要被删掉 OK 用IED来取代 好,例如 Fry 它的Past 10是C-R-I-E-D Cry就是酷 Fried 什么是Fried Fried就是炸或者是炒都可以 所以它的Past 10是F-R-I-E-D Study就是读书 所以它的Past 10是S-T-U-D I-E-D OK 这个就是属于加IED的部分 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是蛮容易的 对你们来说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好 就是这个呢 如果你发现到任何的动词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B-D-G-L-P-T 这些在英文我们叫做Consonant Consonant的意思呢 就是辅音字母 好,这个其实你们想要多认识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 如果你发现到这个动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B-D-G-L-P-T 它的前一个字母是Vowels A-E-I-O-U-R-A-E-O-E 的话 这个动词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重叠它的这个Consonant 什么意思呢 可能听起来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如第一个G-A-B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B 然后它的这个最后的第二个字母 是Vowel A-E-I-O-U 所以当它变成Past 10的时候呢 它就要重叠多一次它的最后一个字母 G-A-B-B-E-D 所以GAP的意思就是唠叨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Travel Travel 所以T-R-A-V-E-L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L 然后呢 它的最后第二个字母是Vowel 这个E 所以呢 当你写了Past 10的时候 是T-R-A-V-E-L-L-E-D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CLAB OK 这个如果你是五年级的 学生的话我相信你们的Unit 1 五年级的课本里面就有这一个字 好 C-L-A-P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是P 它的最后第二个是Vowel A 所以你就要变成C-L-A-P-P-E-D 接下来 NIT 最后一个字母是T 它最后第二个字母是Vowel I 所以就变成NITED K-N-I-T-T-E-D 好 所以这个呢 好 CLAB是Pi-S-O NITED就是 织的意思 编织的意思 所以其实呢 接下来 这一些呢 我现在教了这个Level 2的这一个内容呢 在考试中呢 不管你是一年级还是到六年级 考试中都不会出 但是 这个只是一个额外给你们学写 让你们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呢 有一些Past 10的动词是加IED 有一些Past 10的动词 确实要这样子冲叠 最后一个字母 好 希望这个视频呢 可以让你们更明白 也让你们呢 能够来做 今天我所发布你们的一些的练习 好 这个Level 2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